Hello,大家好,我是拖枪式神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这是我新买的一把叫做Mossberg 590 Shockwave的12G线弹枪 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做莫斯伯格590冲击波 没买多久,我一直没有空去开箱 所以今天开箱,然后给它加一些基本的一些附加零件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先把这个盒子打开 同样有一把这么智障的锁 你也没办法,这是你一定要买的 放到一边用不着 好,这把枪看起来很简单 先做一个安全检查 那么现在这支枪,它的枪机是打开的 大家可以看到枪膛里面没有子弹 然后我的弹药筒里也没有子弹 那么我现在冲膛,按下枪机松拟以后 再往回拉,再次检查 枪膛里面没有子弹 弹药筒里也照样没有子弹 它的枪机松拟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是你的手指绕过来以后刚好扣到 这个枪机松拟在每一支枪上都不一样 说是你要去找那支枪机松拟在哪里 还有它的保险是在上面的 见红是说现在可以发射 见不到红就说是扣不动扳机 其实我觉得在枪的上面这个部分 比较容易操作 而且是用拇指就可以操作 这边你还要用手指去按 而且你这支手指在其他的枪上 可能要同时操作你的保险 还有你的枪机松拟 这就是它设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总体来说这支枪 如果你摸起来的话 它会比那个Banelli的制作工艺粗糙一点 摸起来它的制裁好像没有Banelli那把做得好 我周围没有实弹 这把枪是安全的 我们视频继续 这把枪的特点是 虽然说是一个正常的12G charge gun 也就是线弹枪 但是它的握柄是比较短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的握柄比较短 这个叫做Raptor Grip 好处就是说是它短小金干 那么我想在这边解释一下 没有任何一把枪是完美的 也没有任何一把枪是万能的 主要是你购买的时候 要来看你是拿它来干什么 我买这把枪的目的是来用作家房的 我一直想要一把枪 就是说是随时可以拿得到的现弹枪 作为家房 虽然说我家里有很多手枪去做家房 但是我一直想要一把现弹枪做家房 我之前有的现弹枪都很长 不方便 所以说是我有一把我想放在床头 就是随时我可以够得着的 这把枪就符合那个要求 因为它是一把枪的 它把后面这个握柄去掉了 然后只剩下一个用手可以抓住的地方 短处就是说是 如果你要用正常的12G线弹枪弹药的话 特别是你在打那个slug 就是大铁块的时候 后座都会相当的强 我有试过我朋友的这把枪 很难控制 如果说是你用正常弹药很难控制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做几个简单的升级 然后大家慢慢看 然后我要把它改装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适合家房的枪 照现在这样直接用的话 我觉得还欠缺了一点东西 那么第一件事我想装的 就是说是给它的握柄 加一个这个套子 因为这个握柄握得实在是很不舒服 所以说是我把这个 我买了一个专门买了一个这个套子 然后你握的时候呢 就比较有摩擦力 而且稍微舒服一点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 就是说把它套上去就好了 好 这个有弹性的胶套 现在我就按它这个图呢 就套上去了 真的说实在话 这个是真的比以前感觉好多了 那么好 下一个东西呢 我要给它装的就是 在这上面装一个rail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这样上在上面的 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些可以备用的弹药 而且它上面还带了一个这个rail 它这样放上去 然后这样如果把这两个东西都装上去以后呢 不但有附加弹药 还可以装红点 或者一些激光之类的一些装置 那么好 不多说了 我现在就把它拆下来 那么现在装这个呢 我就要用到一个这个架子 这样比较平稳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这边有四个洞 它已经装好眼了 所以说我只要把这四个 这个它原先配的这个螺丝拆下来就好了 那么拆的时候 我要找一个比较小的这个改锥 把它拆下来 好 那么这四个就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 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说是要把它清理一下 可以用这个酒精去把它里面这个清理一下 确定里面没有灰尘啊 杂质或者一些油啊之类的东西 一会儿我会用到一个那个固定胶水 如果里面有杂质的话 会影响到它固定的效果 以后会出一期专门是讲如何去安装瞄准镜的 也会讲到这一点 就是说是 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用这个罐装器把它吹干 我是用右手去握枪的 所以说我这个放在左边 就是说是我会用左手去取弹药 然后你再拿第一颗裸钉 你在上面加一点点这个蓝色的这个Locktite 这就不是永久性的胶水 就一点点就好了 这就是说是防止它会脱落 还有松动的一个胶水 然后你用它自带的这个Wrench 把它拧上去 第一颗螺丝最麻烦啊 不要完全上紧 然后你要逐个逐个把四个上回去 每一颗上面都放一些这个蓝色的Locktite 这个胶水 记住这四颗都不要先完全上紧 四颗都到了位以后呢 然后逐个逐个跳着这样把它上紧 就是先一前以后 用手力就好了 千万不要扭得过头了 因为现在有四颗螺丁 它应该就很稳定了 不需要扭得那么大力 我这边有个扭力半手 因为它这个来的时候 它没有说明要用多大力气扭 所以说我就用这个手力去测 我不会把它扭得很紧很紧 大概上紧就好了 千万不要把它扭得过头了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装好了 好 原厂的工具和螺丝把它收好 不要丢掉 那么下一个我要装的这个装置呢 是给这个枪口的前端 给它一小截 像这个rail一样这样的东西 给它一小截放在前面 然后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利用这一小截这个东西 然后给它挂个灯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 先把前面这个拧开 没有什么难度 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枪管先卸下来 因为这个装置是顶到这个枪管 在这个套环的这个底部 那么现在这个枪机是完全打开的 我们现在稍微往前冲一下 就把这个枪管就冲出来了 那么这个枪管先放到一边 然后我把这个拆开 你要装上去之前 你要考虑你的附件要在哪一边 在你的右手边还是左手边 我呢 就想把它装在我的右手边 像这样 你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 是要装这个装置的 所以说是它会朝着我的右手边 那么我先把枪管先上回去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些视频 教大家如何拆装和清理这支枪 今天就没有空去做实弹演练 而且待会儿再擦一次 好 这个就上好了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 会把它拉到最前边 拉到最前面以后 这边有个螺丝口 要把这个螺丝放进去 把它固定 因为现在它还是可以活动的 就这样的东西 还是要放一些蓝色的固定胶水 它有自带紧螺丝的这个东西 这个一样啊 我用手力 然后把它拧紧就好了 不要拧得过头了 没有必要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装上去 这个就叫做real 其实它这个上面 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它短了一点 你要把它装到前面一点 还是后面一点 看你 然后你看到没有 装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顶起来的一个针 是插到这个小洞里面的 然后另外一个洞呢 是用来固定螺丝的 同样啊 还是用一点蓝色的固定胶水 现在这个地方就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呢 我给它装一个灯 这个灯是Olight 但是说是 有很多人觉得说是 Olight质量很差 并不是什么好灯 的确 Olight不是市面上最好的灯 但是说是 有的时候你要看你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一定要用到最好 也不一定要买到最贵 我这个把枪的作用就是家防 只要能照到10米之内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灯 下面有个绿色的镭射 虽然说它不是顶级的枪械照明工具 但是已经够我用了 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 真的说是 有的时候不要花那个冤枉钱 就是说是够用就好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购买一些 比较好的这种灯具的话 当然也不要省那个钱 如果真的要用到的话 一定要买质量 不要买数量 它现在这边它有几个 不同的选择 你可以只用激光 或者只用灯 或者激光和灯同时使用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是 现在有激光 大家看到那个绿点没有 我需要一把短小金干 随时可以拿到的 在床边的这种线弹枪 我要share gauge的 所以说我选中了这把 第一它没有一个传统的 这个比较长的枪托 可以改成那样的枪托 我见到有人去改装 这个把枪的 改成那样 就失去这个枪的意义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短小金干 这只手握着的时候 我可以从腰间这样设计 为什么加这个灯呢 就是说我由这个镭射以后 镭射到哪里 我觉得后扳机就好了 我不用去 一定要把它放到眼前去 这样瞄准 我还要给它加另外一个装置 这个叫做 mini clip 它是专门做给这把枪的 那么我要把这个呢 塞到它这个 冲弹管的这个 后边这个部分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这是一个正常大小的 限弹枪的弹药 这是一个小的 它们叫做mini shell 它们的后注率大有不同 你要用这个枪的话 后注率会很大 其实你用正常的限弹枪 你也会感觉到 说它的后注力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其他的限弹枪 我用过Ramington的 我用过Banelli的 我用过Mossberg 很多人说是限弹枪 加防神器 你要用限弹枪的话 很好操作 这么拉下碰碰几枪就好了 其实那个后注力是很大的 特别是你在打这种 特别是你在打这种 正常体积弹药的时候 里面是一大块铁的 那个叫做 他们叫做slugs 特别是你在打那个的时候 后注力非常的大 很难控制 现在既然枪托都没有了 你要用手直接握住这边 去控制它的后注力 而且同时前面这个 要操作它的 蹦动这个动作的话 会更加吃力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今天选择了这把枪以后 我要把它改装成一个 只用小的mini shell的这个枪 因为这个的弹药的 后注力就小的非常多 而且我用的 我会用铁杀 我不会用那个slug 如果是用铁杀 就是打鸟那种 很细的那种 小铁杀的那种弹药的话 它是在 线弹枪里面 后注力是最小的了 而且这个用铁杀的话 它不会打穿墙 它是绝对不会打穿墙的 但是它也有会一定的杀伤力 有的人说是打不死 但是我的目的是用来加防 不管是什么弹药 打在一个人的身上 都不好受 相信我 不管是什么弹药 打在人的身上 都不好受 不管打死 打不死 我觉得说是做加防的话 这个是足够的 枪的弹药管的容量呢 它是七发 就是说这边可以装六发 枪烫了一发 如果是用正常这个体积弹药的话 如果是用小的 应该装到十发以上 如果说是我能这个枪里面 连续发射十发 这种线弹枪的 铁杀的这种弹药的话 我觉得应该足够我用来加防了 而且说是对我还有 我的房子 还有我的邻居 都是最大的保护 好 那我把这个塞进去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的作用呢 就是说是 如果有这个小的弹药的话 如果大家退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这个 它后面的空间太大 它会在这边跳来跳去 然后造成卡弹的这个状况 有了这个以后呢 这边的空间有限 所以这把枪现在只能用 这个小的mini shell 这是我故意 要把它改装成 只用小的mini shell 我一般都会用手枪去加防 我嫌我那个Banelli太长 太笨重 所以是我去选择了这把枪 那么有机会 我去带这个去靶场 然后用不同的弹药 然后我去给大家演示 这个后座力 然后给大家评估一下 我对这把枪的感觉 然后拿回来以后 给大家演示拆装清理 那就下一期的视频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拖枪师生 谢谢观赏 我们下期见